你在煲什麼 在雞皮湯 雞皮湯 雞皮湯 你知道在台南這邊的早餐 基本上跟很多的縣市比起來 它是很熱鬧的 所以這料菜是熱鬧 我們很清楚的是這個牛肉湯 那現在這個魚皮湯也是另外一個特色 老闆 早 我請教一下 妳這邊最有名的是 是魚皮湯對不對 對 這邊最有名的是魚皮湯 那一般 差不多你們幾點開始營業 我們早上四點就有了 清晨四點 早上四點 對 那我先點魚皮湯 還有什麼妳可以推薦給我們 我最推薦的還有肉汁魚場跟肉燥飯 肉汁魚場 對 我說 這一日之際也在於晨 說到台南人的早餐 除了牛肉湯以外 另一個主角就是養殖跟產量 都高居第一名的 濕母魚 絕佳的氣候環境 讓台南有了濕母魚故鄉的稱號 這一次 就來見識一下 了解濕母魚怎麼養 到底有什麼魅力 讓許多掏客 每天都愛不釋手地來上一碗 我看就從我的早餐開始說起 上菜了 這個是 這是魚皮湯 這個傳說中的魚皮湯 對 肉燥飯 傳說中的肉燥飯 肉汁魚場 妳自己有沒有吃早餐 對 我自己還沒有吃 還沒有吃早餐 對 妳兩點就起來了 對 這要讓客人先吃飽 來 繼續加碗飯 快點 我們一起吃快點 好 有這種事 她兩點起床 到現在沒有吃早餐 肉燥一碗外面 和北部不同 台南的肉燥飯口感偏甜 結合了鹹香的滷汁 但是再澆上這個軟嫩的肉燥 將滿滿的油脂香氣吃進嘴裡 就是愛這油香味 而接下來 除了出色的肉燥飯外 還有一項絕對不能錯過的經典美食 這個魚皮湯 跟外面的魚皮湯有哪種不一樣 我們這個是完全沒有果薑的 果薑 外面有果薑 對 外面都會抹一層魚薑 為什麼 因為他們吃起來就比較沒有腥味 對 用魚漿蓋過魚的味道 對 這是直接現沙的 妳的魚皮還有帶肉 對 為什麼 我們還有講求黃金比例 我們下面它層必須要0.3公分 這樣的口感是最好的 你看 它夾了0.3公分有沒有 沒有腥味 有沒有今天早上的師傅 對 我們早上從七谷直送的 師傅現沙的 我曾經問過一個台南的人 是 他跟我說 台南的師傅魚 每十分鐘掉一次鮮味 是 有這麼誇張的說法嗎 有 真的 有嗎 有 每十分鐘掉一次鮮味 所以很多人說 北部的師傅魚 就沒有南部的那麼好吃 是 有這種說法 有 對不對 這個是你極力推薦的吧 對 這是什麼 肉汁魚腸 這邊的魚腸不是都是用煎的嗎 沒有 肉汁的是它是最新鮮的 就是因為有些客人 不敢吃煎的的話 那肉汁是老饕的最愛 你一口就很拿乾 對 十母魚來 對 很多時候 我們在外面吃東西 它會乾 對 我們在外面吃東西 最常聽到就是什麼 比如說是 鵝肝 吃起來很油 然後讓你的入口 化得很舒服 油脂很夠 但是這樣子的虱目魚肝 是非常新鮮的 對 吃到嘴巴裡面 魚肝我想口感 我就不用特別解釋 因為都差不多 但是它吃下去的時候 一咬下去的時候 大概隔了一兩秒吧 現在嘴巴裡面 都是魚肝的味道 對 難怪你看 我要夾魚腸吃 第一個就夾魚肝 店家每天凌晨 都會從七湖配送新鮮的十母魚 美味水準自然就不在話下了 尤其是這個肉汁魚腸 只要稍微微微地清燙一下 就可以嘗到它特有的口感味 再淋上這個肉汁 我告訴你 你會整個停不下來 對 還有這一碗經典的 虱目魚皮湯 可以說是料好實在 湯頭喝起來相當地甘甜 一定都不行 接下來 享用完豐盛的早餐 事不宜遲 繼續尋找台灣的精進奇蹟 前往虱目魚的養殖重陣 出發了 這裡是台南的七谷 我們剛剛在吃早餐的時候 那個網王他說 牠們的虱目魚都是從七谷這邊過來的 台南這邊的養殖業 應該可以說是養殖的面積也好 或是牠的人口是最多的 台灣居灌 我現在站這邊七谷 那個河堤有沒有 過去就是台灣海鯊 好 我們現在來這邊先把虱目魚搞清楚 到底為什麼虱目魚在這邊這麼厲害 站這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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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被你叫了 不會 我們要做哪一隻 這隻 這隻 這已經是準了 這是廚法 廚法 好 牠是廚法 很快 我們看這個都 那就方便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往這邊出去 我們這裡面最多是什麼 蚵仔 蚵仔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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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上錯船嗎 你看到的都 都桿之外 還有虱目魚 虱目魚 這邊比較少 也是跟蚊狗一起混羊 虱目魚跟蚊狗一起混羊 對 這算是淡水還是海水 蚵仔水 這海水 對 蚵仔水 蚵仔水有海水 有 蚵仔水有淡水 沒有 它是廣源性的 廣源性就是淡水可以養的 海水也可以養 是喔 對 這邊是養殖的海粒 厲害 這邊 海粒不是都是澎湖那邊 養的比較多 對 台南這邊也開始很多人在養 對 因為很久就養了 然後我就問自己養這個供應店裡面 為什麼相往這個上面要 要放網子 因為 它會跳 對 它會跳出來 它這個是怕 怕就是 平均大概這麼大一條 要跑 目前看到它這麼大一條 不知道海粒長什麼樣的 隱約看到海粒會有一隻鯊魚 是餵什麼 餵小魚 這個是淡水呼吸魚 這樣就直接餵嗎 不會倒下去嗎 不必 弄那個這樣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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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有拍到我那個嗎 不要 不要 幫我把它剪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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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也太大 腰餓很久了 來 我來試試看 它都這樣 對 這邊 為什麼放在那邊你知道 它比較噴你那邊 不會噴我去 它們很有力 這裡面有幾隻 這邊 這個一個香網可以容納 它會有兩千台金 在台灣 養殖魚月分鹹水跟淡水兩種 以虱目魚無過於石斑魚為最大宗 另一種則是前海的養殖 以牡蠣跟文革養殖居多 不過像海粒這種搶食起來 整個像低的這種高成本 海上香網養殖 一般在台南就比較少見 而且聽柯爸說 這裡的虱目魚 大概都是混養文革跟牌蛇的 正式是文革 文革 去看文革 文革 這個跟 從哪邊去 這邊下來就可以 從這邊嗎 因為我們這個文革是跟 龍膽石斑混養的 你剛才不是說是跟那個 虱目魚 虱目魚是另外一隻 等一下我們要回去看 對 知道這個不用工具 這個放很淺 它都放在四周圍而已 有沒有 你看 黑金閣 這個 就是 黑金閣 黑金閣 這個很有趣 這個 蛤蠣就是這樣 如果你今天養的海域 或是這種河岸交際的地方 它是沙地 然後白色的沙 它就偏白色 如果是深色 它就變成深色 有點像保護色那樣 對不對 這隻是剛剛他跟我講說 要用這隻來爬 其實水質很棒 所以你根本不用你看 像我現在眼睛 肉眼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顆 肉眼就可以看得到了 但是還是爬一下 因為走過去 發現全部都灼掉了 你爬會有摳一聲 然後就會有 有摳一聲 敲門 對 也不用 你看 我手一不小心摸到了 還沒爬就摸到這邊 還沒 還沒爬 這邊是滿高的 對 有一點 沒關係 人家是找 人家是找文革 我們好像在看起來有沒有地雷 有了 有了 真的 這算小顆 對 不算大 這要放生嗎 對 它有在成長 對 所以這邊還有白色就是有在成長 看到它一直在成長 這麼大還在成長 對 剛剛那個小顆的給我 沒有在停頓 你就看那個嘴 這個你看 這個小顆 你看它說有旁邊邊 白色這個 就是還有在成長 但這個就沒有在成長了 對 那個小顆的停頓 哈比竹 早期文革養殖為單養型態 必須生存在鹹海水的環境中 對水質的乾淨度要求相當地高 現在許多業者開始混養獅木魚或草蝦 去涉及水中的藻類 利用他們來維持水的乾淨度 並且利用他們產下的天然有機肥 來提高水的養分 創造文革良好的生長環境 讓牠們可以越長越大顆 越來越健康 現在要去哪裡 現在我們要帶你到 我們生蠔蓄肥的地方 生蠔 對 生蠔蓄肥的地方 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說 有的時候它不肥的話 它那個肥滿度不夠標準的話 我們就要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把它蓄肥 讓它再長大的 不是長大 長大也會 就是比較肥一點 蓄肥 薄滿度就比較 為什麼 因為那邊養分比較好 要有養分 對 就那邊的養分比較好 最主要是避風 老闆 對 你真的會帶我去看虱目魚嗎 對 會啊 我們現在要從那邊經過嗎 對 真的喔 攝影師要注意一點 沒有 我沒有看到前面 我要看到那個床 那個 搶桿 好了 夠煽動了 好像跟空襲一樣 沒有看到那個桿 來 可以看一下 有輕嗎 這裡要綁起來 你看這邊裡面的水 顏色就不一樣 比較 比較左 對 回滿度就 水都比較回軸 這個算中的 這個不算 因為前幾天才瘦下來 本來不然很 前幾天才瘦下來 它會減肥 對 前幾天全部這邊海衣都瘦了 為什麼 對 風浪在地震 地震回軸 對 現在地震 自然的生物 它就有那一種感應 真的喔 對 就瘦下來 我們現在會瘦的原因就是 地震 地震 有霧了 起霧 對 還有本來是南風 現在轉北風 天氣變化 對 還有北風轉南風 對 它就會瘦了 瘦了然後再回起來 我覺得我們兩個可以搬來這邊住 對不對 地震會變小 會瘦 七股養殖牡蠣已吊紅柿 將蚵殼打動用竹竿竄起 再引了牡蠣的幼苗附著生長 直到成熟期後採收 就成為街頭巷尾常見的蚵仔煎 蚵仔麵線的蚵仔了 而且這些蚵仔 口感遠遠不會輸給外國的生蚵 你看這個 這個品質就很好 這個就試試看 這個差不多兩年了 真的 講了就鼻酸 我的墊已經收掉了 不然我就現在給你收購 對 我很喜歡 我們一般來說吃生蠔 我們最喜歡吃的部分 有人喜歡吃這個地方 所以它內臟的部分很奶油 吃起來的生蠔比較臭 也有人喜歡吃旁邊這個 生蠔唇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如果它厚 代表它吃起來口感是脆的 還有中間這個背樹的地方 呈現半透明的顏色 好久沒有看到倒車入庫 好久沒有看到倒車入庫了 各位 讓大家看到什麼叫倒車入庫 可以嗎 可以 寶貝 這趟才能結束做重工 剛剛早上去吃虱目魚 魚湯 魚皮湯 又吃肉炸飯 又吃了虱目魚肚 虱目魚肝 吃 如果說因為 現在大部分都高密度的 養著虱目魚 它最主要是起那個魚肚 對啊 一定要回眉 我們這邊養 跟文革混養的 它的肚會比較小 那是虱目魚嗎 純海水虱目魚 我們 終於找到虱目魚了 啾啾 我們去看虱目魚 那個是虱目魚浪嗎 文革尺最主要 我們放養虱目魚的目的就是 我們稱它叫工作魚 工作魚 虱目魚是工作魚 對 工作魚因為它會長 裡面會長一些藻類 藻類會影響文革的生長 它會吃藻類 對 只是說我們飼料 不會給它 它就會找那些藻類 那如果現在我們有那個魚網 往那中間一撒就可以撒了 對 網是哪裡 那是工作魚 你是要撒的 沒有 是不是這一次 我們可以一直這樣 我們是拉起來看 我們是拉起來看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 我們今天早上吃魚湯的時候 講好是要看虱目魚的 我們現在看到虱目魚 不用把它撈自己來看嗎 要吧 這一次我親身去體驗到 台灣水產養殖漁業的進步 也深深體會到養殖人們的辛苦 了解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還有許多木木耕耘的經營者 他們堅持與追逐夢想的路實 他們都在努力 要讓台灣變得更好 妳有喝過牛肉湯嗎 有 那有喝過這種類似的 有 你看 那我喝的是台南式的 我沒有喝過 台南 是不是台南 我說台南市區 台南市區 對 日式 然後西式 不是 而且台南都會把牛肉湯當早餐 所以我覺得剛剛好 這邊都是 整個台南都是 對不對 你們這邊的牛肉湯有幾種 可以選肉嗎 可以選肉 可以選肉 哪個肉你會比較建議 沒有 一鍋一百六就蠻好吃的 一百六就蠻好吃的 一百六就蠻好吃的 那最貴 最貴有到多少錢 五百 五百 五百塊 五百塊在哪邊 就是 肉的品種 肉的品種 對 葡萄也不一樣 這樣喔 這樣喔 好我們來吃吃看 比較一下 好 好 謝謝 好 它的肉啊 看起來就蠻多的 對啊 它說一百六就很好喝 嗯 所以它有一百六也有五百 對 我們當然就試個五百跟一百六 對啊 對不對 它有嘗試的心思 看它那個湯汁就知道是花了時間好 我們剛剛看它用那個醬料 感覺是熟熟 那種做了很久 對啊 你看切肉也順利 剛才不知道 保利公做的心思 哇 五百塊就好 我沒有看過 牛肉湯這麼多肉 滿滿的肉 這個要趕快吃 對啊 不然它會老掉 你厲害捏 我要夾到那塊 你夾走了捏 怎麼了 我們要是離我比較近啊 然後還有一點薑 跟這個薑 台南人真的是 巨月嗎 哇 五百跟一百六 的地方是 肉的多少跟部位 這有到路口 路口奇化那個 不會化... 但是就是 一般的肉 你可能要稍微咬一下 應該這樣講的 這碗是一百六 一百六 比較小碗一點 肉的部位不一樣 肉的部位不同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 其實我們在台南的溫景牛 是一個很特別的吃肉的五花 我們都叫肉 它如果說 你剛殺的話 那個肉其實它還沒有 那個還沒有熟成 我覺得肉比較硬 我一堆這個排南的問題 它顛覆我們家的船 好Q耶 怎樣 我們看你真的 它就帶點脆爽度這樣 來來來 拿個一百六的 三分之一 五百 五百勝 五百勝 甜度不濃 甜度不濃 它的肉質 甜度不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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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再吃一塊 五百的 它的 裡面含血量不濃 甜度不濃 那比較不濃 因為可能你有沾醬 我沒有沾醬 這是任務沾沾醬 紅度完全不濃 一樣 因為沾醬 咬起來的嚼勁 是不是還是這樣 嫩 但是明顯你在吃的時候 因為它 肉的甜度是從它的 含血量跟油脂 這個明顯它的那個 含血量比較苦 所以吃起來行不夠夠 好吃耶 但我都覺得很厲害 那你知道為什麼 台南的問題有那麼遠 為什麼不是在高速 因為不是在台中 不是在台中 是啦 因為土台湯 北部沒有土台湯 所以這邊 這邊產地自動 對 而且我曾經跟那個 賣牛肉湯的 老闆 直接去那個 租宰場去 直接去買肉 他們就是 早上買 像他們這個都是 一大早 宰完之後 就送來了 那不然就賣整天 早上買 中午賣 下午買 晚上賣 對啊 好 喔 不滑蛋 對啊 跟港式的不太一樣 其實我一直想在台北找一家 像台南味的牛肉湯 但是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一般是港式的 喔 你要吃到 小青菜也好好吃喔 好餓喔 你要吃到中式的話 但牛肉 就台式的還是第一次 第一次吃 台 來 來 來 你也是齁 正便嘛 正便服務嘛 我想說 有時候女孩子齁 不太想要吃飯 因為怕胖 沒有 來 來這邊怎麼胖聚得了這種 牛肉美食 欣賞你說好吃 我待會兒吃 我先吃它 跟港式的不太一樣 它有蛋 它有蛋香味比較多 牛肉的香味比較多 而且它沒有很甜 真的 不過真的喔 如果吃了這個 滑蛋牛肉之後 你叫我這句是 茶餐進去的滑蛋牛肉 我可能就沒有能買 真的 因為它真的比較好 我覺得早餐能吃到這樣 真的 好幸福 人生 早上就有吃這個 你看早上採蘆筍很累 吃完這個完全忘記 我沒有採蘆筍嗎 沒有啊 我們有嗎 我不記得 你沒有去 我有 我沒去 你敢說我沒去 你沒有採 好 大家心情醒了 不要影響著 我們吃早餐 一塊的心情 老闆娘剛剛有講 她現在先炒兩個 有 待會兒大家要吃的話 她再多吃一些菇 再加點 有沒有 我覺得 差不多了 好 因為我們的司官長看我的眼神 概對 是時候 大家都還沒吃大家都餓 對不對 而且我剛剛跳完聲 我轉過來看我們的導演 她居然給我吞口聲 有瞄到 來吧 來吧 來 那我們就準備吃飯了 好 好 有 竹筷 竹筷 竹筷真的很讚 我跟大家說 除了牛肉湯 一定要試吃他們家的滑蛋牛肉 蛋香和溫體牛的甜度 經過大火熱油快炒之後 完美融合在一起 不過有件事要提醒大家 老闆娘非常的低調 所以我只能說這間店 在台南的雪茄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再無視的速度料理 吃飯囉 小鈴鐺 都犬是迁